大家好我是Frankie 那我這次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有趣的國家 我自己也非常喜歡喔 那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可愛的羊駝 可以看到神秘又難解的納茲卡線 也可以看到印加帝國的首都 那大家猜猜看這邊是哪裡 沒錯就是秘魯 提到秘魯你第一個會想到什麼呢 該不會是這個吧 沒錯就是馬修比丘 馬修比丘是一個印加古城喔 那這地方呢沉寂了400年之久 到了20世紀才被大家發現 那也因為20世紀才被大家發現 所以它保存得非常的完整 那印象中的馬修比丘應該長得是這個樣子 你也可以試著歪著一點點頭來看 你會發現一張印第安人的臉 那除了馬修比丘之外 它還可以看得到什麼 吃得到什麼 玩得到什麼呢 要介紹秘魯就先從它的地底位置說起 秘魯位在南美洲 那它的面積是台灣的36倍大 那36倍大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是大概一個法國再加一個西班牙這麼大 秘魯擁有著世界最大的雨林 最強的安地斯山脈 還有最高的淡水湖國 迪迪克克福 秘魯的亞馬遜雨林呢 你可以參加非常多的活動 你可以坐船出去 你可以走在叢林裡面探險 然後你也可以登上石層樓高的樹橋 然後更近距離的看鳥類啊 或者是其他動物 那我最喜歡的活動呢 其實是夜防凱門鱷魚 在天氣好的情況下 你可以坐船出去 然後看凱門鱷魚 然後你可以看最大的 捏齒性的動物水豚 天氣好的情況下 船夫甚至會觀上隱形 聽著叢林的聲音 然後配上滿天心 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羅曼蒂克福 迪迪克克福呢 有台灣四分之一這麼的大 大部分的人都只知道說 那邊有一個烏羅斯福島 那只會去參加烏羅斯福島 我覺得很可惜 那其實我非常的推薦你 在多一點點時間 去參觀它的拱門島 又或是它的里基納島 然後跟當地的人互動 感受當地的氛圍 好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就是 神秘的地化線 寶傑常常介紹到的納茲卡線 那納茲卡線呢 它其實是在20世紀 才被大家發現的 那它總共有 台北市的五倍這麼大 那在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看得到蜘蛛 你可以看得到猴子 你可以看得到蜂鳥 你可以看得到外線 在對你交手 那納茲卡線是怎麼樣形成呢 就等你親自去體驗喔 你或許會在想說 那邊可以吃到什麼東西 在那邊的話呢 可以吃到羊駝 羊駝被稱為移動式的黃金 在那邊的話呢 不只是用它的皮毛 還可以吃它的肉 吃起來的口感 其實就很像牛肉一樣 非常的好吃 然後你也可以吃到天竺鼠 在那邊的話呢 有兩種料理方式 一種是烤的 一種是炸的 炸的話呢 你撒上胡椒粉 吃起來就很像耶穌雞一樣 例如除了可愛的羊駝 跟天竺鼠之外 它也是一個美食之都喔 世界五十大餐廳 就有三大餐廳在地裡嘛 你吃到那邊 絕對不要錯過喔 你會想說 那在蜜蘆可以買到什麼 你可以買到 非常多可愛的羊駝 你可以買到這一種 比較有造型的羊駝 你可以買到這種 當地小孩子 自己做的羊駝 小隻的羊駝 很可愛 然後你也可以買到 像這樣子 蜜蘆它其實是可可的發育地 你可以買到非常多得獎的巧克力 然後又或是 你可以買到這一種 就是當地的國酒做出來的 Piscop Sour調酒 你在這邊都可以買得到 回家來調這樣子 又或是這一個 紫玉米糖果 這一個吃起來甜甜的 非常的好吃喔 又或是這一個 他們這邊的話 有非常多羊駝製成的圍巾 又或是帽子 又或是五色一身的衣服 星星是怎麼樣安排旅遊的呢 他是從美國 然後先飛到秘魯的首都利馬 然後搭一段飛機呢 到亞馬遜語言區 會在這邊連續兩個網上 然後接下來呢 才會回到我們的 安利西山山脈這一邊 然後在這一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馬丘比丘 我們可以去 印加首都古城庫斯科 連續兩個網上 然後接下來我們才會 再往下走一點點到我們的 迪迪克克古 普諾這個地方 我們除了參觀 除了祖島人家之外 我們還可以去拱門島 跟古基納島 更近距離的 跟當地人的互動 然後接下來 我們才會飛回到 我們的首都利馬 在這一邊的話 我可以享用美食 再往下走一點點 去看保鞋常說的 納茲卡鞋 情緒漸進的慢慢升高 避免高山症的反應 那你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要搭那麼多段飛機啊 因為秘魯的面積非常的廣大 所以透過搭飛機的話 其實你可以省去 非常多的車程 那再講到飯店的部分 我們的位置都是在市中心 是非常好的位置 可以方便你出來購物 那甚至在亞馬遜雨林的 這個地方呢 我們是安排的是 世界25大生態飯店 在普洛這個地方 我們甚至可以從房間 太陽 從底庭刻刻 慢慢往上爬 然後我們在海岸線上 放大塔之路 我們可以看到整片的海景 非常的舒服 飯店就是景點 我們就住在景點當中 所以在秘魯這個地方 我非常的喜歡 我真心推薦大家去囉 好來 5、4、3、6、5 秘魯的亞馬遜森林呢 我們可以 秘魯的亞馬遜森林 亞馬遜雨林 超少盛神 超少盛神